我們最主要很想讓香港人感受我們去年的60年代香港的情懷 你會看到我們的布置紅紅綠綠 甚至地下街磚 其實都好像我們回到小時候很有特色的設計 相信很多人都會有自己的回憶 我們用了一個近我們主題的花瓶 舊香港用一個中式的白酒帶水果的味道 用了一個薑啤去提升它的層次和氣泡感 一個比較清爽少少少酒精感多少少的Cortel 本來Lunacqua是我們一個設在香港的酒廠 一個12%的Ready to Drain 暫時來說我們有三個主要的種類 果味比較重 有些是茶味或花香味 這個酒的基礎是用了穀物酒去製造的 熱對流的技術 令它可以充分地把原材料的營養和風味 亦可以控制到我們想要的酒感 看見它是一個很全身的酒體 我們現在Tapto 目前會有18個 最主要分四大類的Craft Beer之外 亦都有一些德國啤酒 我們自己酒廠出的Lunacqua 以及一個Premix的Cortel Craft Beer方面 我們會選擇了一些本地比較有高質素的粉牌 例如平時大家健康的 都有一些比較淺色的Lager Beer 這款啤酒其實是一個Double Haze IPA 雙重的啤酒花 令到啤酒的酒體會更加帶出啤酒花的香味 對 其實它的苦澀度會比較高 但因為這款啤酒花 Luponance 它最主要帶出一些Tropical Fruits 令到酒精達到8.2%也好 喝下去不會覺得它會很苦 反而會令整杯酒更加果汁重 只是只是向我們的檢查 常春公司 我們知道 我們會有空一種的 我們要支撥的 我們也需要 我們需要期待 我們要支撥的 我們要支撥的 我們趁撥的 我們要支撥的